之前美国一部分人一直说自己是黑客攻击的受害者 但是最近美国情报机构的前雇员斯诺登的爆料 是不是会让他们的脸上挂不住了呢 斯诺登爆料说美国情报机构入侵中国网络已经有多年了 新华社的报道说美国现在有这样一种声音是在往中国身上泼脏水 另据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担心斯诺登会带着高度的机密资料便捷到中国 并且经过已经将案件当作怀疑外国间谍案处理 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监视计划连日来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中国一直保持中立态度 但美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消除棱镜争议带来的消极影响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指斯诺登选择来香港 披露美国曾住进中国及香港的电脑系统 质疑他是否与中国有关系 还有民主党众议员也提出同样的疑问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情报人员担心斯诺登会带同高度机密资料便捷到中国 已经将斯诺登档案当作怀疑外国间谍案处理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表示 正评估泄密事件造成的破坏 有美国反间谍人员指 检查过斯诺登的工作和电脑系统记录 相信斯诺登可能还有更多机密资料在手 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出席国会听证会 表示已对斯诺登展开刑事调查 联邦调查局会与其他部门合作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将斯诺登绳之以法 斯诺登的爆料已引发国际媒体的大讨论 德国世界报报道称 到目前为止 美国常规化的把自己说成是黑客攻击的受害者 华盛顿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指责北京 在获得美国的军事科技和经济秘密 并引发激烈的争吵 但现在斯诺登的举报 让事情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美国金融时报也指出 斯诺登为中国送上一张好牌 文章表示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司法系统是独立的 但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事务上 北京仍然拥有最高的发言权 因此 不管中国是否会出手干预斯诺登引渡 都会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分 我们觉得角度来讲 客观上讲 这个事对中国当然是有利了 美国现在这个事 是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出来说的 这个证据比别的国家指责要硬得多 而且好像中国呢 是对中国他进行这个网络窃取啊 今天天啊 那个密度好像挺大的 放得最前列之一 这个所以 呃 纯就眼前炒得比较热的 这个网络安全问题而言吧 这个事件的发生应该 对中国的那个谈判地位 有有有客观上的好处 不过目前看来中国外交部 无意让监视门事件升级为中美外交风波 嗯 接着到目前中国政府非常冷静的 讲话非常中立 这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中国政府其实对中美关系非常重视 不希望这个事情影响中美关系 我觉得美国或者第三方啊 就是想看中美关系笑话的 那个那个就没有必要了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那个非常负责任的 那个而且对不仅对这个事件负责 而且对中美关系负责 对中美关系负责任的